各位全民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全天下俱乐部 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景亮亮哥 亮哥那个快过新年了嘛 然后你觉得在这个新年要来临之际 你觉得17年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OK 首先给大家说一声 Hello 新年好 OK 马上要18年了 新年17年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就是UFC来到了中国在上海战我们非常成功 而且我也胜利了 感觉到很自豪很伟大 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样的 亮哥你这次上海战胜利之后四年胜 你觉得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在生活中各方面 你觉得对你来说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没有什么变化吧 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就说 哇中国力量很好 中国力量很大 然后看到中国运动员在UFC里面有很好的成绩 然后我也回去努力的 我也在现在积极备战下场比赛 现在状态还不错 OK 之前有人说过就是说到你下场比赛 说到金东炫 然后说你要挑战金东炫 要拿到亚洲最好的一个成绩 然后呢 这场比赛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动态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我们好像听到金东炫回话 他有伤在身 他现在打不了 然后看嘛 如果说他打不了 还有其他人可以打 是吧 然后我也是一点一点努力往前走嘛 然后可能下一场比赛可能会在澳大利亚 现在目前是这样 那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明年的上半年还是说三月份 应该年初吧 年初 然后我们的新年之计 可能是在这时候可以给大家带来一场 还没有完全决定这两天会给大家更新消息 哇 那这非常重磅 在年初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会再次看到我们两个的比赛 那两个新年 2018年快来了嘛 然后2018年你心里最大的一个愿望和目标是什么 OK 2018年的心里愿望就是能打三场UFC 希望这三场UFC完全胜利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团队全天下呢 会有更好的发展 希望我们的队友 兄弟们都能长场连胜 OK 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希望他们不要一比赛有受伤 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全天下锻炼 也互相学习 互相交流 也希望全天下的人平安 健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景亮 在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里 心想事成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有事没事来全天下锻炼 在这里想看我的视频 请微信搜索格斗营